你觉得金融需不需要应酬呢 你觉得金融需不需要应酬 假如啊 哥没有啊 但是我相信我将来有一定会有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如有一天 假如我 我特别有钱 哎呀 太有钱了 太有钱了 对吧 我们公司特别有钱 我们公司一年流动资金五个亿 存在了某个银行 有一天 另外一个银行的人跟我说 说老商 你把钱存到我们银行吧 我请你吃顿饭 咱们哥们你帮帮我 我说好没问题 我原来存款那个银行的行长 你说他要不要找我呢 我一年流动资金五个亿 在你们银行存着 有一天我要把这五个亿流动资金 换到别的银行去 你觉得他要不要找我呢 他要不要找我吃饭呢 他要不要找我喝酒呢 而且你要知道他 他 他 这个东西 我就跟你说的太现实吧 你说又不太好对吧 我们是讲升学规划的 要整成了行业大揭秘 你说 不过瘾 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 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张雪峰老师 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 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 就挑选哪些课程 怎么样 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